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感应篇前面讲过《血飞助走》这个四句 这个四句是将沙森之物 世间有许许多多的宗教 这些宗教的历史远远流长 几乎没有一个宗教不全人解杀的 沙盗淫妄不但是佛家的根本戒条 可以说是世界上所有宗教的基本戒条 都把布萨森摆在地上 世出世界 古圣鲜血 我们一定要尊重 尊重他的德行 尊重他的学问 尊重他修学的功夫 是我们 既然 望尊重莫及的 高级的宗教 没有不修禅定的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定中有境界 正如同一般人做梦 梦中有境界 梦中的境界 是阿赖也识 意识里面的习习种子 七线性 那么这是虚幻不识 可是定中的境界跟梦中境界完全不一样 定中往往能够看到过去 看到未来 看到我们这个世界 也看到他方世界 佛家讲的六道轮回 其实六道轮回是古印度 几乎所有宗教共同的境界 他们怎么发现的呢 是在禅定当中见到的 不是一个人见到的 许许多多人见到的 我们能不能见到呢 当然是肯定的 只要你修定 修清静心 不需要很长的时间 半年到一年 你就能够见到魔鬼道 我过去 出家时候 有一个同学 名言法诗 给我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在那个年代 他跟趋阳光老爵士学密 大概一年的时间 他告诉我 他在打坐的时候 在用功的时候 见到鬼道 鬼道里面生活状况 跟人道相仿佛 他说在下午 五六点钟 这盖上就有鬼走路了 那个时候是鬼道的清晨 数量不多 到夜晚 十点钟之后 就很多了 很热闹了 人鬼咋聚啊 人看不到鬼 鬼看不到人啊 他借这个羞耻的功夫 见到 初见到的时候 也害怕了 到以后习惯了 心有为常 彼此也互相不干扰 而且居住 在一起 他那个时候 住在一个 那个地方修建一个塔 塔没有修成 只盖了两层 大概是由于经费短缺 就停工了 他就住在那个塔里头 我叫他做半塔 那个里头也有几个鬼 住在那里面 他们相按五四 彼此用功 所以跟鬼打交道不难 比其他道容易多了 只要小小有一点定工 这个境界就能突破 那不是做梦 做梦不可能 天天梦到一样死去 他那个定工说 见到鬼天天见到他 所以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们知道 每一个宗教 那些领导人 那些教主 大德 大德都有相当程度的定工 所以他们对六道情况 了解得很清楚 一直到飞翔飞飞翔出天 可是 可是 这些人 知其当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 世尊出现 为我们讲经说法 把俗以然的道理说出来 为什么会有六道 六道从哪里来的 不但有六道 还有社法界 还有社法界 社法界 四圣法界 在其他宗教说的就少了 那是要有更高的定工 世间定工 大不大 世间定工 在佛法里面讲 四禅八定 要想突出六道 了解六道以外的状况 楠言经上讲的 你定工 还要向上提升 九次地定 这超约 流道了 才能见到四圣法界 这个能力 佛说得好啊 是我们一切众生自己的本能 并不是他有特权 只有他见得到 别人见不到 不是的 佛说 每一个人都能见到 你现在见不到 是你的能力 受到了障碍 这个障碍 就是烦恼 稀奇 是非人物 坦诚是慢 你有这些稀奇 把你的本能 掌握了 道理在此地 如果我们把烦恼稀奇放下 稀奇了 我们的能力就恢复了 了解六道的状况 知道六道里面的因果关系 祝圣先行教给我们的 这些教训呢 我们就懂得了 句句是真实话了 那 杀生 是要诚恿的 生生世世 云云相报 没完没了 佛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彼此互相 都有一云 云很复杂 不是单纯的 佛把复杂的英云 归纳维斯达瑞 清云云 所云云 无见云 正上云 每一条里面 都是无量无别 佛经里面说得清楚 说得透支 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一切无的关系 人与一切无的关系 都离不开这个四云 有云 这就相遇了 但是 云 有善云 有卧云 云云相报 这些无的关系 人与一切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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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与一切无的关系 那中文是一切无的关系 也不宜解 父子兄弟都是缘分 缘分 遇到时候 这是在一家相聚 纵然在这一生遇不到 还有来生 还有后世 英语居会时 国报还自首啊 现在我们看这个学会 常常听到儿女不孝 兄弟不和 这是什么缘呢 当然是不善的缘 不善的缘 如何能够变善 这是教学 教化了 我们听了圣仙的教会 心里明白了 觉悟了 纵然过去有卧云 想想也就算了 把报复的念头放下了 怨恨的念头消除了 这样才能够生起悲悯的心 自卑 来看待一切 看待一切 看待一切 云云云云争处 我们自己才能超脱 才能把自己 信心不断向上提升 这是自求多福 我在早年初学佛的时候 当初学佛的时候 张家大师叫我 佛师门中 有求必应 我们要真心求 要发愿求 自然就得感应 什么是真心 什么是妄心 要能辨僻 为利益一些众生的心 是真心 为自私自利 这个心是惯性 我们学佛 学这么多年 总算把这一段事情 搞清楚 搞明白了 四红十面 大家都念得很熟 众生无边 是愿度 有没有真正想想 这一句话的意思 众生无边 绝点不分种族 不分宗教信仰 不分 民族的界限 国家的界限 一律平等 尽须空便法界 一切众生 通通包括在里面 都是什么意思 都是为众生 佛物的意思 所以真搞清楚了 我们人 何在世间 要跟诸佛菩萨一样 要与古今中外的 大圣大邪一样 活在这个世界 为什么 为社会安定 为世界和平 为众生幸福 这个需求 要落实 那我们就正干 为人民福 为社会福 为众生福 为世界福 没有私心 没有需求 没有任何条件 这个是圣人 这是信任 这是为 所有一切宗教 公认的 我们以这样的心愿 求佛菩萨 求一切神明 都会得到帮助 绝对不是说 我要信这个教 神才帮助我 才保佑我 不信这个教 神就不保佑我 那是人的观念 那是错误的观念 我们在十多宗教经典里 他没有这个说法 真正能实际为人的人 这个人又服了 并没有说是 一定要信教 才信 所以电影集当中 有很多精彩的教会 当然 连佛法也不能避免 传的年代久了 不免后人 由自己的意思加进去 这是难免的事情 我们要有智慧 要能看得出来 从什么地方看得出来 大公无私 那这个是神仙的教会 如果里头带一点私仙的 可能是后人加进去的 那不是佛菩萨的话 那不是神明的教训 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 去仔细观察 所以我们就到困难 求佛 求神明保佑 求的方法 我们要与佛菩萨 要与天地归身 同一个善心 同一个善愿 同一个善心 人的心上 念上 就能得祝福菩萨 加持 天龙善神 保佑 一切为众生 不为自己 家里面 家庭 养儿 孕女 如果说是 养儿 防老 这中国人常讲的 私心 这个得不到佛菩萨 保佑 你养育儿女 为社会 好好的教导他 他将来长大成人 为社会 服务 为众生 造福 你有这样的心愿 你能够做到 认真 负责地 做到 这是大行 印光大师 在文朝里面 讲的很多话 世界的安危 印竹说 女人做 一大半的主宰 但是这个话 真正懂得的人 不得我 祖师说得好 家有良妻 他才有善良的人 出来 有邪母 才有孝顺的子孙 出现 邪能的丈夫 孝子贤 先孙 必定为社会 为众生 造福 这些大圣 大邪 祝佛菩萨 从哪里来的 母亲 教出来的 所以 贤妻良母 是社会 是社会之宝 国家之宝 众生之宝 这个话 我们在佛门听到 儒家听到 其他宗教里头 也是这个说法 这是我们中国人 所谓的 英雄所见 大略相同 十许多多宗教领袖 彼此没见过面 没有在这里开过会 过去 这个社会 必胜 其他的宗教的点击 我们也不容易看到 现在 科技发达 自信发达 我们有这个缘分 接触到许许宗教 也看 大家都同样的见解 同样的想法 同样的看法 同样的做法 我们在肯定 孤今中外 大圣大行 他们的教会 是真实的 我们要求法了 要探讨 要明了 要深信不疑 一教奉行 自求斗福 这也就能够 利益社会 利益众生 达到我们 为社会 为世界 为众生幸福 达到这个目标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